各位朋友 大家好 尚哥今天要介绍一个偏方给大家 因为最近有位朋友问我 他的膝头痛 怎么办呢 我就问我的朋友 因为他世代中医 他有很多这些偏方 我就说有没有可以改善膝头的 他就说他曾经很久以前 有一次觉得膝盖不是那么灵活 他就买了一些保气血强筋骨的药材 例如党参、北琪、当归 逐段杜仲、生姜、红棗、黑棗 他就拿这些燉鸡 怎知道喝完效果很好 筋骨很灵活 就算出去跑步也不会觉得累 他有另外一位是混血儿的老同学 当时他们都是六十多岁 他这个混血儿的同学 一向都不相信中国的汤水 因为他是混血儿 不觉得有帮助 但是他在十年前 当时他大约六十五岁 他觉得他的膝关节 屈不得埋 而且又不蹲得低 还有点痛 这位女士之前每天都出外跑步 现在这样怎么办呢 因为他是混血儿 当然他要去看医生 他在美国生凡事 看了西医 就说你的膝盖有点移位 建议他做物理治疗 当然听医生说做了半年物理治疗 现在可以了 但是他又出去跑步两天之后 又再通过 当然又去见医生 又再物理治疗去检查 但是找不出他有移位 找不到原因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 问他有没有中药可以帮得到他 我朋友就随意写了他日常用的 是可以补气血 对筋骨好那几样药材给他 他就去药材店买 老板娘也说 你如果是这样 不如吃点花枪 因为可以有骨胶圆 结果这位浑血儿的朋友 他只吃了三次这个偏方 室盖就很好 伸展自愈 蹲下也没问题 他又吃了两次 老板娘叫他煲花枪 到现在 十年未发行动都一样 好像平时 但是他就没有再跑步 但是快步行 现在和大家介绍这个 保湿盖止痛的偏方 药材方面 就要北期 挡心 道重 各十克 逐段 当归各九克 红棗 六粒 大棗 四粒 烏鸡是半只 一件瘦肉 大小不要紧 姜两片 水要八碗 做法大家都知道 做粒药材我们也要冲洗一下 因为是干品 所以多数都要浸浸浸 让它容易出味 烏鸡和瘦肉 我们一定要去 出水 洗干净 烏鸡我都去皮 不过很多人是保留的 那些红棗大棗 洗干净 去核 然后把所有材料 加上浸药材的水 总共是八碗 用大火煮滚 转为小火 煮两个小时 剩下来 未够两碗 一碗八分 我朋友说 是叫它分开两次饮用 是早上做早餐 和在下午茶 大约三四点的时候 饮用 但是 湯渣的药材 当然它没有吃 而那些鸡 它也不吃 它是留在隔天之后 早上 再加多八碗水 再煮 煮剩碗半 又把它分为两次 就在早餐之后 和晚饭之前 就这样分开两次喝了 他说 想不到 他喝了两次这个汤之后 效果已经非常好 喝了三次 全部好了 他就停了 半个月 都不再煮这个偏方 因为他去买中药的时候 老板娘介绍他买花架 红棗 这些来煮一个汤 既然手上有两份 这些 他就在 停了半个月之后 喝了两次 花架 或三枝 这些 保护失丐 增加骨胶圆的汤 然后 两三个月后 他就剩下那些偏方药材 他就一个月喝一次 两次 喝完 大约全部 都不过一年 他就行动自愈 每天都出去快步行 现在已经76岁 从未发作过了 所以这个的偏方 如果大家真的膝头痛 你伸不直 或者屈不埋 咳咳声 而且你蹲也蹲不得低 走也不暢顺 不灵活 这个就可以帮得到大家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 不妨试一下 但是如果你说 不想要那么多药材 老板娘介绍这个花架汤 也可以当为一个 保健的汤水 有机会再为你介绍 同时我以前也介绍过 失丐痛有几个的偏方 用什么去治疗 你有兴趣可以在现时视频之下 我会列了他们的网址 你按进去也可以多些资料 谢谢你的收听